投票日當天全台各地投票所 難免有些小突發 包含高雄鳳山區 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位媽媽抱著女兒 在警方陪同下離開投票所 就是因為稍早這名媽媽 帶著未滿六歲的女兒 經過選務人員同意進到投票所內 結果小孩不慎將選票撕毀 雖然並非故意所為 但還是依法寒送地檢署 而台南安南區上午八點半 也有一名張姓男子 在投票所內使用手機 被選務人員發現扣 寒送台南市選委會採處 另外雙北地區也陸續發生狀況 截至13號中午12點前 新北市永和樹林戚止 都有發生撕毀選票 或是拿手機拍選票的事件 後續皆被警方依法送辦 而另外台北市也有三件違規事項 包含萬華也有一名女性 是拿手機違規拍選票 而松山區同樣也有發生 民眾拿手機拍選票的事情 以及大安區有一名26歲的男子 在投票所內打電話給家人 接違反選罷法被警方 帶回政辦 MING PAO TORONTO